而重陽節也快到了 吉安鄉公所正陸續發放 70歲以上長者的重陽節敬老禮金 鄉長游淑貞 25號上午親自拜訪了南華村 一位95歲高齡的張爺爺 同時致送禮金線上祝福 吉安鄉長游淑貞在25號上午 就來到南華村拜訪一位 95歲的張爺爺以及他的家人 希望能在重陽節之前 獻上鄉公所與縣府的 重陽敬老禮金 並與老人家合影留念 吉安鄉長游淑貞表示 家中長者健康就是子孫們的福氣 很高興看到張爺爺 雖然有一把年紀了 但依然是炯炯有神 令人十分感動 在這裡我們吉安鄉70歲以上的人類 接近我們7889個 也突破我們過去往年的紀錄 在去年跟今年的相較之下 我們70歲以上的長者多出了451位 所以在我們整個重陽禮金的編列上不足 但是沒有關係 淑貞用二倍來因應 今年在90歲以上 代為花蓮縣政府來轉發的禮金 也有478位之多 我們的百歲人類也有11位 所以我們看到了吉安鄉 我們長壽的長者越來越多 這也是我們吉安鄉公所 更要精進我們老人引法福利的 這樣的一個關懷工作的精進的努力的動能 那我們的這個健康站 我們的社會福利 我們的長照 以及我們所有的長者的照護 也是我們未來要更努力的方向 吉安鄉公所社會課最後也說明 從陽近老禮金 將會在9月26號開始在各村定點發放 只有年滿70歲以上 並且在9月28號之前 就在吉安鄉涉及的長者都可以領取 如果有行動不便 或是不客前往指定地點的長者 也可以聯繫當地村幹事秦聪道府 另外也提醒民眾 近來詐騙集團的守法日新月異 請鄉親特別提高警覺 如果想知道更多資訊 可以洽詢吉安鄉公所社會課查詢 記者徐麗晴吉安鄉報導 請教則 請教訓 書文字幕提供 等下 請教訓 請教訓